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20日星期六 現在是下午的時間2點19分 今天是星期六 你們有什麼節目? 今天呢 我就在家裡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我也是在家裡的 今早就上廣東話 應該是說我教廣東話 不是我自己上廣東話課 因為我教廣東話 早上就有三堂廣東話課 到中午 然後我就煮飯 煮飯 做了一些好吃的午餐 很好吃的午餐 看看電視 休息 吃好吃的東西 現在已經2點20分 今天星期六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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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了朋友 一班朋友 a group of friends 一班朋友 去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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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溜冰場 是一個戶外 outdoor 戶外的溜冰場 來的 那我就 應該是上個星期 就要上網 去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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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也是有點猶豫 我朋友就很興奮 就說 啊 我們不如一起去溜冰 好好玩的 那 那 那 我的興奮程度 就不是說很高的 那我就 中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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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那 就有 去溜冰 是跟同學 去溜冰 那香港也有一些室內 in-door 室內的 溜冰場 那 都是很小 過中學的時候 有溜冰 然後很多很多十年都沒有溜冰 那 所以 當我 朋友就說 不如去溜冰 我都 嗯 有點興奮 但是其實 對我來說 我是 擔心 多一點的 擔心 我 擔心 多於興奮 擔心 多於興奮 因為 溜冰 是一定會 跌的 會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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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的 會怎樣 很痛 我就很害怕 跌倒 弄倒 很痛 小的就說 可以而已 現在 廣東話 我們就說 一把年多 一把年多 已經有一定的歲數 已經不年輕 不年輕 我們可以說 一把年多 現在一把年多 如果跌倒 可以很嚴重 還有 前幾天 開始溶雪 溶 溶 雪 開始溶 地下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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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 真的 不喜歡 走在 滑的地下 令到我 很緊張 很害怕 跌倒 又不想跌 緊張 令到我 覺得 很不舒服 所以 前幾天 已經在想 星期六要留冰 去不去好呢 然後 又檢查一下 天氣 今天 不太好 天 有些雨 現在 陰天 有些雨 所以也會比較冷 雖然沒有下雪 但是下雨 感覺也不太好 還有 流冰的時間 是 四點半開始 所以 五點半 現在五點半 天下 差不多是 before sunset 就是 日落前的時間 應該會是 凍凍 有些濕 濕滑 有點滑 所以 所有東西加起來 令到我 不想去 這個 流冰的活動 但是 我就 很掙扎 掙扎 掙扎是 很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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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 很掙扎 哎呀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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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這樣 寫個訊息給朋友 今天 這樣 我朋友應該會很失望 很誇張 很誇張 應該會很失望 我有時候也不想別人失望 有時候就會 我們廣東話 硬著頭皮 硬著頭皮 所以硬著頭皮 就是說 有些事情你 好啦去做啦 但可能你不是很想的 但是你也去做 我們廣東話說硬著頭皮去做 以前我就會硬著頭皮去做 但現在人大了 我開始就 不要這樣逼自己 如果自己真的不想的話 就說不就不行 不可以不去 那就不要勉強 勉強的意思是硬著頭皮 就是硬著頭皮去做一件事 所以我就測試了我朋友 告訴他 我今天也是不去的 而且這兩天其實真的有一點點頭痛 有一點點頭痛 鼻水 加上 天氣 我也不想在 戶外 流冰了 所以我都留在家裡了 我朋友就送回個訊息 說 We will miss you We will miss you much 會很掛念你 啊 對啦 這樣 是有一點點 廣東話說 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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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explain 掃慶 in English 掃呢 這個掃呢 是好像打掃 clean up 掃 掃 Lower Deb 掃 掃 dedicated 掃擊時 P tab 掃地 這樣 用掃碗 掃影片 掃碗 掃 掃 慶 好像 Ele 好像是很高慶 Halloween 所以 Wipe away the happiness 掃慶 就好像有點 人家可能期望这件事情很开心 然后不行 然后我们就说好扫兴 但是就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 at the last minute 临时 at the last minute 我们可以说临时 宿沙 广东话有一个slang 宿沙 宿是有些似去retreat 沙是sand so retreat back into the sand 即是说 you decide not to do something in the last minute we can say 宿沙 so you retreat back into the sand a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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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o 那么我今天就宿沙 就是这样 对了你们有没有这些经历或者挣扎呢 我有时都是因为 有时就 啊好啦好啦去去啦 但是临时又好像又不是很想去啊 那么就临时缩沙或者甩底 另一个你有没有听过啊 甩底 都可以说甩底 甩是fall out 比如我们说甩底 比如我们说甩牙 lose tooth 甩牙 那个甩底 甩底呢是bottom 甩底的意思呢都是指一个人 又是last minute 临时决定 不show up 不出现 那么我们都可以说甩底 啊是啊你们有没有这些 你甩底啊或者缩沙的经验 experience 或者是其他人甩底缩沙的经验 嗯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挣扎这个struggle啦 那么现在两点半 嗯嗯 那么我可能都是睡个硬觉 嗯 take a afternoon nap 睡个硬觉 休息一下 嗯嗯就是这样啦 我希望你们今天都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weekend 还有如果你是在香港啊 在亚洲的地区 已经是星期日的早上啦 祝你们都有个美好的星期日 嗯大家开心心健健康康 我们下一集再聊 再见 多谢你的收听 拜拜